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看到一位曾經被我們痛罵過的舔共台灣人 網紅啊 他因為把錢存在中國銀行 一時之間取不出來轉去其他地方 不知道你是要把錢轉回台灣還是怎樣 所以他拍片痛罵銀行 先帶大家來點評一下這段暖心的故事吧 台灣人真的覺得大陸的銀行很激特 憑什麼我匯個款還要收到50塊手續費 我把我的身家存在銀行我要轉得上 首先手機銀行價額5萬 好這樣我半夜就轉不了帳了 我跑到零貴ATM不用手續費 好我是台灣身份又不能轉 只能零貴轉 然後每轉帳也比零貴要付手續費50塊 我覺得這樣很不合邏輯 我把錢存在這裡我要移到哪就移到哪裡啊 限制一大堆的 我人到櫃台說要打開線還說不行 可是要轉到天長很久 我今天要轉50萬5萬5萬轉我要轉10天才轉得掉 然後我換了18碼的居住證啊 我想把我台胞證號改成居住證 櫃台說跟我說不好 這樣換我的支付寶跟微信的支付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辦了18碼證件也不能夠改過來 還是得用舊的台胞證號 說真的贏錢在手上才是我 分到誰那誰就是老大 我今天在銀行耗了一整天 這樣真的超麻煩的 到底在講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你為什麼要把錢存在那邊 我只能說求人得人啊 今天換作是在台灣你被這樣的待遇 你肯定不會這麼輕描淡寫的 只罵銀行 你連政府一起罵 但是你今天遇到這個事你政府不敢罵 中國政府不敢罵 你要知道銀行這些規定是中國政府 規定的 中國的銀行跟中國的政府是深度綁在一起的 而且啊 你要知道任何中國人在中國國內也是這樣的待遇啊 你不是個案啊 你也不是特例啊 你說那個什麼 所謂的台胞證啊 台灣居民居住證啊 這只是他要求你刁難你的一個說詞而已 你知道嗎 他就是想刁難你把錢慢慢的領出來 今天如果你是中共國人本土的哈 他也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這個可能有這個詐騙的生意啊 你這個可能有怎樣 你要怎麼證明這個是你自己本人的 諸如此類我講的都是曾經發生過的對吧 而且這也是你希望的統一 你待遇其實已經比那些 小粉紅好太多了 很多人直接錢是沒有了 被銀行挪用 河南村鎮銀行的事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而這只是 一個事件的代表 還有這種很多當地村鎮銀行 爆雷的事情啊 再說中國的銀行跟中共配合運用所謂的什麼 防Job App啊或是其他的手法啊 使你無法大額的領錢或是大額的轉帳 這個過程中都會變得十分困難 即便你今天是給取出來了 也過了好幾天乃至一兩個禮拜吧 那這目的就是 就是讓中國銀行有時間從其他的儲戶把這個錢調用給你 那倒霉的不是你就是別人 還是得有幾個人出來倒霉的 而要知道中國的GDP跟房地產是深度連結的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因為特色管理期間啊 他把這些 你們銀行儲戶的錢拿去借貸對吧 借貸讓尾樓錢還不出來 那自然儲戶的錢也 提不出來 那總還是要給儲戶錢吧 那種小兒小兒幾千塊幾萬塊那個還OK 什麼十萬五十萬一百萬那個 是提不出來的 就算你提出來了 如我剛剛說的 過了很久的時間 你也是不能馬上 雖然說台灣的這個GDP跟房地產也是有連結的 但是遠遠沒有中國來得如此嚴重 所以各地爛海流的狀況大家看到了 小建商我們就不多談了 大建商什麼規避源啊恆大 連金融的中植系都破產跟爆雷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當然歡迎你們說這是好萊塢的各種各種的這個中國各省的攝影棚 真沒有問題啊 所以說以上的連鎖反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人敢把大耳的錢放在中國的銀行啊 你寧願放在自己家裡耶都比較安全 不然你要幹嘛拿去買中國的A股嗎 雖然說台灣部分的銀行也是有規定啊 一天之內或是一個月啊只能轉多少多少錢 但這個都可以線上APP直接通話20小時零貴或者是零貴去調整 所以說啊身為中國人的你啊 身為你們那個時空的中國台灣人的你啊 已經非常幸福了 怎麼還在抱怨呢 就算如你說的啊你覺得這個台灣身份不好用 趕快入籍啊 我們台灣之前有一個八九十歲的人已經入籍拿那個中國紅色的護照給你看了 他被開除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他還在不高興呢 欸網路上都有教學你快去跟他請殷 而就在今年11月又有一位66萬人民幣的儲戶的存款被銀行給吃掉了 上訪無果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這66萬是我爸媽幸福一輩子的閒罕 我都不敢想想大家對銀行的信義為來 把這66萬放到銀行竟然還會不宜而非 欠竟然還會沒了 讓我感覺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好啦看完這段暖心的影片就知道了吼 雖然說舔共的人啊 一開始可以賺取眼球跟流量 但長期來說啊 終究兩面不討好 為什麼呢? 台灣方面我就不多說了 中共方面啊 小粉紅會發現你在中國待的時間越久 你舔的力度越不夠 舔共姿勢不正確 或是你只要抱怨到一舔中國的破事 畢竟你在那邊生活這麼久 你肯定會遇到一些破事嘛 欸你把這些事說出來了 你馬上就會被小粉紅給討厭 然後呢你就會變成雙面人 所以啊你愛舔 中共舔中共它是個雙面人 你因舔共而起最終也會因舔共而亡 這也是中共絞肉機的道理 沒有人逃得出 你要想逃得出你一開始 就不要加入 你一旦加入了 恭喜你永遠別想逃出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暖心的事情啊 最近盛上不是要去舊金山訪問了嗎 那這個事情我在今年7月份 已經說過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條影片 那個時候我走先去美國 就一堆反共人士在傳 結果前幾個禮拜盛上不是派了 王毅跟這個美國談嗎 後來這個加州州長 當然你們可以說加州省長 或是加州省委書記之類的角色 他也登門拜訪了中國 然後被中共炒作 在這個期間故作姿態 要去又不去的啊 欲言又止啊 欲情顧重啊 你在拍愛情劇啊 但你還不是要來嘛 我們7月份就知道你要來了 你中間在演那個 演什麼給小粉紅看 那什麼八點檔的劇情 你是夢幻泡泡公主喔 就是人喔 OK 最搞笑的是 為了聖上到訪舊金山順利啊 美國把聖上會經過的地方啊 什麼流浪漢那些人呢 通通趕去其他街口了 當然啦 不是像中國那樣的趕啊 還在人行道上拉上了鐵絲條 我們現在在 下廣州的San Francisco 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被鎖掉了 我不是很喜歡的 這些監禁 難怪我們的國家不太安全了 難怪他們要把監禁 哇 阿鎮那幅墨西哥牆 搬再來沙盤 我們現在在安全區 OK 現在是劉曼根本來 OK 哇 是不是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中國網友就在B站上發影片 痛罵美國 我其實感覺他是在高級黑做中國啦 中國就是這樣子啊 要搞清楚喔 美國這麼搞是因為你 你腎上有需求 你去南非啊 連在自己的中國西安 杭州周邊你都可以 如此的搞得大非洲章了 還派公安去入住他人家中 對吧 你們的爹啊 來到北京的時候 那個 瘋得更嚴重 非常搞笑 那這也可以側面反映出 盛上非常害怕在海外被A死 而他自己也知道在海外 被很多這個人士討厭 如果不放這些東西啊 途中一堆上訪他 反共的衝上去 那不就暖心了嗎 而其他國家首腦來美國的時候 應該不太有常見有這種如此盛況啦 你就知道啦 他有一句話大罵說過的話 你們在擔心什麼 你們 必之唯恐不及 這是為什麼 你們在擔心什麼 你們在害怕什麼 你們真的不願意靜下心來 認真做一些反思嗎 而中共還動用到海外留學生 跟海外華人去現場支援組織 李老師的推特上 已經非常多證據流出來了 我們隨便挑其中一個來看他 剛接到洛杉磯領事館的通知 下週13到17 習大大將訪問美國 請這些同學參加 因為行程不公開 目前我們得到的訊息 報名的同學會統一由 這個大巴前往 宣傳 此活動責任重大 使命光榮 那其實還有很多這個微信的 圖流出來啊 他們連這個 聖上的名字都不能說要去見誰 也避而不談 只有領館的人才敢說是習大大 要去見誰 要幹嘛 那個人是誰 你都不敢說出來 那你們去幹嘛 這就是我說啦 中國這個氛圍就是 你知道我在說謊 我也知道你在說謊 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說謊 但是我們還依然選擇說謊 而我依然要假裝 喔你沒有說謊 然後我其實心裡知道你說謊 很累啊這種社會 為什麼大家不直接 啊算了 講了沒有用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欸當然啦 我現在要在這個祖國的澳門啦 有沒有 澳門的 巴黎鐵塔 澳門抄了這個巴黎的鐵塔 啊當然啦 這個旁邊那個是澳門的棋子啦 那現在帶大家稍微開箱一下 小粉紅的早餐吼 看著 外面的澳門鐵塔跟 祖國的黃河水 黃河巴塞河畔嘛 也可以這樣講 或長江隨便啦 然後這個是 可頌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起司 乳酪吧 這是 奶酪 奶酪 咖啡 麥片 然後這是中餐的 水果 果汁 應該是奇異果之類的 然後這很多各種果醬啊 這應該是中餐的醬料啦 Cappuccino 然後這個是 奶油 然後勒 這就是我吃的中餐 因為媳婦吃的是那個 歐式的我吃中餐 身為一個中國台灣人必須得吃中餐吧 這是中餐嗎 這不是中餐啊 這啊 這個好像也不是 這個 勉強算啦 加點醬油就棒啦 這絕對是中餐的是吧 這個勒 這應該是美式的 這個勒 哇 祖國的餃子啊 有沒有 在黃河邊啦 吃這個 希望 解放台灣 統一台灣之後 台灣人民都可以吃上這些 這來自祖國的祝福 解放台灣人的 這個勒 有 有 有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